這些殘疾人士車位 以前只是被駕駛俗稱男證 即是雙殘人士泊車許可證的殘疾司機用 全港只有447個 運輸處去年開放這些車位 被接載行動不變的殘疾人士車用 他們要展示廚方發出的灰證 我們去了觀塘海濱道一帶觀察 好像這輛 這輛 還有這輛灰證車 現在都用了殘疾人士車位 殘疾駕駛組織雙清駕駛會 早前在4月至5月做問卷調查 收回279份 當中有九成殘疾駕駛者說 在措施推行後 很難找到雙殘人士泊車位泊車 另一個組織 雙殘駕駛會主席鍾錦樹就說 新措施推行後 持有灰證的人數增加36% 在今年4月達到2470個 但灰證的申請門檻被藍證寬鬆 亦容易出現濫用車位的情況 包括發現持有灰證的司機 用這些車位時並不是接在行動不變的人 亦發現有司機的灰證已經過期 但有人遮住到期日 繼續佔用車位 兩個組織促請運輸署全面檢討措施 成立工作小組和持份者溝通 我們下期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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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就請規格定了 真的很不怕